觀眾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做阿傑的頻道2020 review Review 開工第一天現在是1月1號的 早上特地 起了個大早 開工第一天呢我就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去年一整年都在幹嘛 我怎麼覺得去年過超快 首先生活上我已經開始在整理客廳了 所以終於有個地方 可以走動 絕對不是因為沒有地方拍片的關係 這次YouTube影片嘛 所以我就基本上從YouTube開始報告 這是我第一次做這種東西 Review下我在2020到底幹了什麼事情 1月1號第一天的訂閱數是288600左右 不知道我自己成長算快不快 跟過去28天增加1300多人 我不知道是哪來的 但是很感謝有一個正成長 有一個正成長 怎麼會多那麼多人 感謝 我只是比較佛心一點 因為我的個性可能就不會說求人一定要幹嘛 因為我根本就沒有 沒有欠大家什麼 經過很多事件 公司成立也一年了 想說 至少要做個檢討 或者是 做個紀錄這樣子 接下來看他後台的部分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真的很少在看數字 因為我不想要被 數字或者是比較 來影響我的 對事情的看法 你的影片在2020累積的觀看數為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錢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錢 萬 欸 哇 等一下 我有到千萬的 觀看 累積嗎 是這樣子嗎 我的全部的東西在 整個年度有被 看到了一千 五百四十萬次 對吧 有包含其他影片被曝光的 程度所以 不會只有說 就只有斷在2020 YouTube是這樣子 那個表格出來我看一下 2020我總共在YouTube上面 放了 84支影片 有這麼多 我蠻好奇我第一次影片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金鋼鋼戰士童年開箱 我看一下我當年的 1月1號 當年的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在幹嘛 啊 嗨 嗨娃傑 突襲開箱一下 這一集會很中二 晚安 出版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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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老了很多天啊 記了沒錯話這個開頭是我第一次用還是怎麼樣 就是 我很不喜歡錄旁白因為我覺得旁白很偷懶 因為你只要文案寫得好你聲音好聽什麼都解決了 沒有一個真實感 我沒有針對誰 但是呢這邊我用更偷懶的方式來做我的旁白 就是也調侃了自己 其實很簡單的開箱啦 攝影的設備其實都一直沒有升級 皮膚還不錯 現在黑眼圈重了 2020我自己給我的形象大概是比較要微成熟一點 嗨呀 一樣還是我啊 一年前的我呀 一年前的我 現在看起來我覺得只是拍片環境 比較差一點 哇那時候的房間好空啊 76,000以開箱的 影片來講 應該還可以啦 開箱我自己覺得就是取決那個東西對你有沒有興趣而已 進步啦 現在開頭了變成比較8bit的感覺 好齒 去年觀看最高影片前三 是 洗一張懷舊明星照 搞定長輩 這支我蠻喜歡 47萬 47萬 這麼多 我笑聲都沒變啦 笑聲沒變 笑聲沒變啦 髮型沒變 我按讚有兩萬耶 是不是為什麼 補一個1 加1啊 我真的笑到流眼淚 可是這種復古照的東西每年拿出來都一樣 所以呢我在想今年要不要去拍一下 新的 2020年版 第2隻 我做 啊 那時候我做了一些改變 因為 我自己知道這支片長很長 所以我要做一個開頭懶人包 之後的片長如果 超過了 十幾分鐘 我會 起碼做一個懶人包在前面 讓一些 想要放鬆 或者只是想要 知道我在幹嘛 可以先知道這支的重點 第三支形象大改造 啊這支第三支 四十幾萬 哇阿姐頭髮拍廣告了嘛 欸 你在幹嘛 你到底要幹嘛啦 等下你到底要幹嘛啦 我幹你幹你要幹嘛啦 阿姐你在幹嘛啦 我這支很經典的就是 我為了業配做一個有腳本規劃的影片 哇 其實這三個就可以講一下我的頻道到底在幹嘛 太棒了 我的頻道其實 最主要的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前三名 我還蠻清新這三 前三名是 照著我想要的方向去走 第一個是我自己的 獨立的企劃 正規之外的一個 奇葩的企劃 然後第2支呢 就是日常的Vlog Vlog形式的 是第2支 你們發現我會放一個小小吃的 的彩蛋在 標題上面嘛 放彩蛋的原因就是因為讓 觀眾自己找出來 結果觀眾自己都不會找 那第3支呢 關於業界合作 因為我現在的職業是YouTuber 工商是我們 其中的一個收入來源 所以會有一個工商的影片 那工商影片就會變成包裝 跟腳本化 或者是讓 更有創意的東西 讓觀眾們記住這個東西 第3支影片剛好就是為了 某個 品牌 因為那時候我拍的廣告 為了乾爹做了一支好看 跟大家吸睛的影片 就是剛好前三支都是照著我 方向跟理想去做 我覺得還不錯 除此之外就是開箱了 就是 剛好耶 就是加上剛剛的 2020第一支影片開箱 大概 這是一個種類 講完了 review講完了 如果 你有身邊有其他朋友還不認識我的話 可以 傳這支影片給大家看 他可能也不太認識我 有前三就有落三嘛 來給大家看一下落三是怎樣 一兩萬觀看 大多都是直播 我的直播對我來講 直播可以回饋給觀眾 貼近觀眾的一個好方法 有一個傳統啦 不知道大家還 記不記得 就是我4月1號一定會有一個 整人的直播 但是那個就是一個 開放 開啟一個聊天室的那種 逗逗聊天室的狀態 我早就有想好 這是要做什麼事情 12月開箱因為 才過了 那個觀看序數比較少一點 最低的竟然是跟R3的採訪系列 採訪系列要花的時間其實蠻長的 被受採訪的人的一個 他的心路跟他的經驗 可能maybe認識我的人不一定認識R3 或者是 可能大家對這個人或這個題材比較沒興趣一點 但是我覺得人物專訪啊 雖然觀看數少一點 但對 我 或者是收看的人 至少 起碼這個東西是功能性的 就是他可以 吸收到一點東西 比較抱歉是有其他人 如果自己的自己 自己採訪自己就算了 以上是前三後三 那 還有一堆 但我後來發現我的開箱系列比較多 狗狗的影片 竟然也蠻多的 NA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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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影片竟然比較少 如果觀看數就是你們反映到的 有興趣的東西的話 我會 盡量往這個東西發展 但是還好 剛好這是我自己 想要的 只是有被看到跟沒被看到的 差別而已 大家沒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 是可以看那一支環球影片 比較特別的影片 我覺得有內容的東西反而是留比較久 記得我有彰化有一支叫肉閃的那一支 像那種傳統習俗可能60年才一次的那種東西 我覺得留下來 還蠻值得被看到 有一個我自己覺得最可惜的 有一個我花超多時間在 畫畫或做動畫的 的一支動畫片 因為我不是動畫出身了 我就慢慢做了 因為業配的東西我都會想要 盡量有交文去包裝 來看一下5993 就差你7位 就差6萬 預算不足的完轉童話 睡美輪 你看這個動畫 這是我畫的 全部都我畫的 他很憤怒 於是就不勤自來 並對小公主詛咒說到 就從小訓練小公主 從此 王國一家人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畫風如此精湛 加上 白癡公主的旁白 竟然沒有人看 怎麼會 怎麼會 還是因為我說圖是癡癡的關係 不是吧 花很多心力但是沒有被看到 我自己的東西就算了 但是是因為業配 因為我是在推廣 希望是比較多人可以 接受 啊這支很可惜 這支我自己覺得蠻 用另外一種完全你可能想不到的東西去包裝 這支我覺得 有潛力 這也是我第一支 第一支 剛剛的動畫也是我第一支 好啦如果算第一次的話 大家可能接受度還沒那麼高 剩下都是開箱影片 那我想跟我講我的開箱影片 這是我的芯片頭 玩具的開箱沒有一支是業配 沒有 我覺得 或者是開箱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分享 純粹分享一個 值得被看到的東西 這是一個間諜罐頭 想說要創一個新的開箱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YouTube頻道的 YouTube的廣告很多耶 YouTube 廣告也太多了 自己是沒有在安插任何的廣告 全部都是交由後台 他們想要怎麼插就怎麼插 但是YouTube你這樣插廣告會讓 人家不想要繼續看 遊戲頻道大概 五萬三 遊戲頻道大概是今年 四五月的時候開創 因為這是第一年所以我沒辦法跟其他年做比較 但是呢 只有我今年呢 就是完全正成長 其實我現在遊戲頻道的走向也變成直播頻道 這跟我一開始想要設定的 遊戲頻道也不太一樣 就是我想像的 遊戲頻道應該是有一些 比較深度的專題 段落式的影片 可能類似精華 動森是一個完全沒有銜接性的遊戲 所以 比較大家紓壓性的 觀看 那時候還蠻多人在看 漸漸變成直播化 但是我覺得在今年我可能會做一些調整 直播時間我可能會越來越短 如果你們覺得 遊戲頻道有哪些可以調整也可以跟我說 我在2020年年年級官方是各 100千萬 10萬百萬 有這麼多 他幾個月就 已經 超過我的 主頻道 快追上我的主頻道 OMG OMG 原來你們想看這個啊 DAM 怎麼會 DAM DAM 好 OK 好吧 我遊戲頻道主要產出了兩百七十幾 支影片 好前三大概就是我想要走那個方向是專題 超度生有惠 跟 花樣少女少女還有 搞完 第一支影片 這個有比我的 我的主頻道的第一支影片 這個比我主頻道的第一支影片還要多 OMG 大家在幹嘛 那時候我完全是一個完全零的頻道然後突然一個東西爆出來 有點像是爆紅狀態在 起初點 直播人數大概也有到 五六千人 看 誇張 誇張 那時候動森關播的時候 我其實有跟大家講 我的遊戲生涯不會 只有動森 那我也蠻鼓勵大家去 嘗試新的遊戲 或是看新的頻道 或是看新的影片 這次特別的是這次是為了觀眾而做 想要藉由這支影片來感謝 不管是新的觀眾或就有觀眾們 就是 首先謝謝這一路以來陪伴的所有的觀眾們 發現我做很多的選擇跟做很多的抉擇 你們都願意留下來或願意觀看 不管我做哪些決定跟方向 你們都願意支持我真的是有衷的感謝 謝謝你們 那當然也會有新的觀眾 不管你是在哪個平台 或者是怎麼樣看到我的 歡迎 新的一年也請多指教 陪伴 這是這次的2020 review 就這樣結束了 就這樣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有某一支影片有對自己講話對吧 我現在就是對自己講話 Hi 2022年 阿傑 2022年你可能會看這支影片 希望呢 你在明年 可能有一些成長 你一定會回來看這支影片 我在跟你對話 2022年的你 新年快樂 有老了嗎 有發生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 未來沒辦法預測 就先做你 當下 想做的事情吧 謝謝